前期说到一条腿蹦跋的华莱士跳跃坦克 今天来看看另一奇葩设计 越战期间 美军提出了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计划 希望能给陆军装备一种优秀而且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强调尽可能要有固定翼飞机的性能 康维尔公司一直脑回路清奇 认为直升机超长的悬翼过于脆弱 飞行性能也达不到要求 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种介于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之间的奇葩飞行器 康维尔 Model 49 它采用筒形寒道式机身结构 看起来就像是个均绿色的垃圾桶 机身中部是大直径的风扇 风扇下面是百叶窗形状的扰流板 最后面则是四组机轮 用于垂直起飞和降落 它的机身前半部分是一个乌龟头形状的机头 可容纳两名飞行员 单靠内部风扇可达不到固定翼飞机的性能 于是在铁桶三面还安装了三台3000匹马力的小型喷气发动机 在飞行器垂直起飞后 水平旋转就成为了一架喷气式飞机 最高时速可达到400公里 在装甲和武器配备方面 铁桶可防御12毫米机枪射击 而它的攻击武器有三种 分别是7.62毫米机枪 以及40毫米榴弹发射器和30毫米机炮 机身发动机外侧还有可旋转的三连装 106毫米无厚座力炮用来攻击坦克 更惊人的是它的战斗模式 当飞机悬停在空中时 它那造型邪恶的机头可以翻折 可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视野 这样飞行器就变成了空中要塞 不得不说这架独特的飞行器 加上强大的武器系统 可以让它颠覆现有直升机的能力 在最初的模型试验中 筒形机身能够正常起降 但为什么没有建造服役呢 当时的美国人再怎么癫狂 该有的那点理智还是在线的 复杂的航电系统和悬停转换 让这种飞行器故障太多 起飞和着落比直升机还慢 油耗更高 飞行时 在面对高射炮直接被轰成炸 悬停时 面对神出鬼没的单兵火箭筒 更是能把这铁筒打回美洲大陆 因此 当时作为该武器计划 这款飞行的垃圾桶 成了最早被淘汰的机型之一 但一场越战 因美国实施空中机动作战战法 让各种型号的直升机满天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